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当爸爸做妈妈》,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宝宝的我是小心理学家情绪疗愈站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宝宝的我是小心理学家情绪疗愈站 好的,让我们来聊聊这个既有趣又充满智慧的现象 宝宝们的我是小心理学家情绪疗愈站 首先,我们得承认,宝宝们有着一种神奇的力量 能够在不经意间触动成人的心灵 他们的纯真无邪,直接的情感表达,以及对世界的好奇和探索 往往能够让成年人放下心房,回归到最基本的人性状态 现在,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 一个五岁的小家伙,戴着一副大大的眼镜 坐在一个迷你版的办公桌后面,严肃地看着你 然后用稚嫩的声音说,告诉我,你今天为什么感到难过 这个画面,本身就足够让人发笑 因为它打破了我们对心理咨询师的传统印象 但是,这里面其实隐藏着一些深刻的心理学原理 首先,宝宝们的这种模仿行为是他们学习和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 通过扮演心理咨询师,他们不仅在模仿成人的角色 也在尝试理解情感和人际互动的复杂性 其次,当宝宝们问我们为什么感到难过时 他们其实在进行一种基本的情感调节活动 他们的这种关心和询问能够让成人感到被理解和支持 这本身就是一种情绪疗愈的过程 而且,宝宝们的这种直接和真诚 往往能够让成人更容易地打开心扉 分享自己的感受 最后,不得不说 宝宝们的我是小心理学家情绪疗愈战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治愈因素 幽默 幽默是一种强大的心理调节工具 它能够减轻压力,缓解紧张 并且提升人们的幸福感 当我们看到这些小小的心理学家认真的模仿成人 我们的笑声中其实蕴含着一种释放和疗愈 所以,下次当你看到一个小朋友自称是心理学家 试图解决你的心理难题时 不妨放松一下,跟随他们的引导 你可能会发现,这个小小的情绪疗愈战 不仅能够带给你一次轻松和快乐 还能够让你对情感和人际关系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毕竟,有时候,最深刻的智慧就隐藏在最简单的互动之中 所以,亲爱的观众们,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你觉得宝宝们的《我是小心理学家情绪疗愈战》对你有帮助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和经历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吧 在我们的六度世界中 这种情绪疗愈战已经成为了一种潮流 更多的宝宝们加入进来 为我们带来无限欢乐和智慧 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或社区 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种情绪疗愈的力量 最后,我要感谢你们的收看和支持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 你们能够更加开心和轻松地面对自己的情感和人际关系 记得,有时候,最简单的互动才是最有力量的 所以,让我们一起向宝宝们学习 用心灵的纯真和幽默 来治愈自己和他人吧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转、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